當時的話就是我們學校要整修外牆 但是呢就是說我們整修外牆 其實我們很希望就是說學生的元素可以放進去 不是只有用工程廠商的設計 然後後來呢我們就想要說 我們學校那時候要進行的工程有兩面 這一整面然後轉彎然後旁邊還有一面 所以呢我們就想說要不然的話就是 這一面全部都是由老師來做設計 對就這樣這一面都是 然後另外旁邊還有一面 那一面的話就是由學生幼兒園的學生來做設計 啊底下那個是什麼 底下這個就是學生的對不對 那是小田園 畢業的是不是 第一屆 第二屆嗎 第一屆 學生幼兒園 那時候只有八個大班畢業生 那是八個人畫出來的 啊真的 好厲害好厲害 未來的程式 待會可以去仔細看一下 那其實這一幅畫 老師設計的時候有那個鍵盤 對 然後有音符 就是希望孩子其實就如同音樂一樣的人生 都非常的樂音優美 然後他有氣泡 就是這些點點就是氣泡 就是希望也是他的夢想 隨著氣泡點點上升 然後籤筆呢是孩子每天呢 因為其實是學校 其實他有一些教育的功能 所以像老師還有設計籤筆 希望他在學校裡面的學習是豐富充實的 好 那我們學生的作品 最大衣服留給幼兒園 喔 台灣最大嗎 台北最大 世界最大 60 60位學生的作品 喔 喔 喔